大家好,我們來到創天同行室 這次就是大換卓遊逼婚 阿甘,我們今天訪問是甚麼? 大換卓遊逼婚 你不要抱著人 史萊姆是台版 台版史萊姆 好煩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甚麼遊戲 波春City 我們麻煩 波春City 其實是本身的app game 大家可以上自己雙屬的ISO 或者是Android去看看究竟是甚麼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 記帳的app 但當你記下數的時候 會建設成這個app 變成board game,怎麼玩呢? 麻煩史萊姆 介紹一下 講普通話可以嗎? 當然可以 《激章城市》這個遊戲非常簡單 遊戲當中我們扮演的就是四盏 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人有一個自己的市政中心 City Hall 我們就要從這個City Hall 開始去建造我們的城市 這個遊戲跟APP一樣 我們遊戲呢 就是可以買東西 一開始買的東西長甚麼樣呢? 長這樣 我們會放在場中央 上面就會放一些 公民 市民 對 有些民間 我講廣東話去了 對 要買這個donuts 我就是附三塊錢 所以我就付出三塊錢 付出去之後呢 把它放在我的等待區 等待市長的命令 是啊,等到市長去拿 市長說好,我可以蓋了 我再附三塊錢 這個就是建造的錢 付出去之後呢 翻過來 翻過來之後呢 这个就是他的建筑物 这个就变成分数 这个就是他的bonus 有bonus 那做完之后呢 假设我全部都plus 再来我就可以派我的市民 放人上去做事 颜色要一样 颜色一样 放上去之后呢 我的能力就可以upgrade 可以升级 有4条pub 我的能力就上升 就会变得更厉害 游戏过程就是我们要一直建 一直建筑我的房子 一直建 那你看他会有各种不同的 resources bonus 像这个就是钱 那上面的东西我要怎么把它收回来 怎么可以收到呢 就是有个车仔 车仔 我们就可以用它去移动 例如说我移过来 这个就可以拿下来 我移过去这个就可以拿下来 一直推 那游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建筑物 叫做银行 银行 盖了银行之后呢 我可以得到这张卡 我要讲一讲 这张卡的质地 是真的卡 是真的卡 还有你留意一下 它真的是一间银行出的卡 所以不得了 真的有 有这间银行 用得吗 不是 它是那只质料 这个银行在台湾很有名 很好 国泰式华 那 卡片的后面 就会有 这个就是我们 用得 信用卡的额度 例如说我花很多钱 我有钱可以花 等我花完之后 我可以使用特殊的bonus 就是我钱只要花光光 我就可以额外再使用它的bonus bonus的钱 就像信用卡的 信用卡 用完钱就可以有bonus 明白明白 所以这个游戏就是鼓励你 一直花钱 一直花钱 是啊 鼓励这些人不断地用钱 那游戏完结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这些建筑物 就会有分 和这些钻石 都会是它的分数 OK 好 但是呢 据我所知 有个百幸的消息 就是这个游戏好像 已经 埋完了 那你介绍来做什么呢 因为有得 预约 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记得今天来到这个 创天囊人制 就来到这个大换Counter 就预约了 OK 不得了 还有我想说 这些人仔 和车 是整代满满的 里面有很多个人仔 不得了 哇 哇 Dice Tower 这么多 真的不得了 很多 好 麻烦了 还有什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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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了 这个虽然是 是不是上年 上年 还是今年 是 是上一年 还是今年的 今年的 今年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刚刚拿到 这个 Dice Tower Dice Tower 的金奖 金奖 真的不得了 因为这个金奖 其实上年 改了Rules 之后 已经是非常之少 很少可以拿到 这个很重要 好 如果有兴趣 今天记得来 创天囊人制 找这个 屎萊姆 认住这只屎萊姆 OK 拜拜 拜拜